所有的优质洋房都一定会有蓝图 既然有设计理念 既然设计优质洋房有它自己的用途 那么必定在建筑之前就有一个蓝图 这个蓝图就是优质洋房的结构 它的结构 所以同样的诗篇里头也有个蓝图 各位姐妹们 刚才你们慢慢花时间来看这四段经文 诗篇41篇 诗篇72篇 诗篇89篇 还有106篇的时候 你发现这四首诗歌 其实来到结尾的时候 是非常相似的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所以亲爱的这些人请问这是偶然的吗 其实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 诗篇是一个诗歌集 就好像我们的教会所用的宋主新歌一样 如果你打开宋主新歌的时候 你发现有古老的诗歌 有比较靠近我们时代的诗歌 同样的 当你拿起诗篇的时候 有相当古老的诗篇 比如摩西的诗篇 诗篇第九诗篇 所以这诗篇 这些诗歌写下来的时候 这些祷告文写下来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谁在幕后慢慢的把这些诗歌累积起来 当他们累积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说 其实这四诗歌是可以分部分的 是有个结构的 我们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看荧光幕的时候 你发现在诗篇里头 其实有五卷诗 五卷诗 五卷 五大卷 从第一到四十一 四十一的结束的时候 就有一节 就是在四十一篇的最后一句话 加上了那三部分 耶和华是应当成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书卷二的时候 来到七十二篇的时候 结束也是一样的 来到卷三的时候 八十九篇的结束 是相似的 来到卷四的时候 一百零六篇的时候 结束也是一样的 有趣的是 来到卷五的时候 你发现从一百四十六到一百五十 是公式赞美式 特别一百五十篇 我们叫做大赞美式 是鼓励以色列的百姓 带我们到一个高潮 我们竟然跟主祷告了这么多 我们竟然为主唱了这么多诗歌 来到这四篇的结束的时候 带我们来大大的赞美神 所以当我们去看这四篇集的时候 你发现就算他的开始跟他的结束 也是相当相似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如果你留一看第一篇的时候 你发现第一篇里头有一个观念 那观念是审判 来到一百四十九篇的时候 当神的百姓在赞美神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在赞美 耶和华是必定审判 他的公益尊道永远 不但如此 如果我们来研究第一卷书到第三卷书的时候 对比第四卷书到第五卷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他们确实有一点点的不同 打个比方 我们就用提写 superscription 所以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读诗篇的时候 你发现一般第一节上面有一些小字 小字 其实弟兄姐妹们 那个是圣经来的 如果你打开一本西伯来文圣经 那些小字 是西伯来文圣经的第一节 如果有小字的话 那是西伯来文圣经那首诗歌的第一节 换句话说那些提写 那些superscription 对我们是重要的 那些提写让我们知道 谁是写诗的人 当时他们用的什么乐器 用什么调 给了谁 甚至他的处境是什么 处境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看 这第一卷到第三卷的时候 他有一些编辑的活动 那我们看到原来第一到八十九的时候 有百分之九十三的诗歌 是有提写的 而来到第四卷 第五卷的时候 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才有提写 所以甚至有学者这么说 来到回归过后 以色拉 他其实可能在那个时候 做了最后的编辑的工作 做了最后编辑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有着把握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从一个意识的角度 很有可能是以色拉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发现 其实在整本诗篇里头 有几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观念是神的律法 所以当你看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十九篇 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 那些都关乎神的律法 诗篇借着我们的祷告 诗篇借着我们的唱诗 来到神面前说 神啊 帮助我 过着一个智慧的人生 什么叫做一个智慧的人生呢 默想主的话语 所以这是很容易记得 一篇加上十九篇 一加上十九 就变成一一九 一一九 所以这三首诗篇呢 是跟神的律法有关系的 不但如此呢 在这四个集里头 你发现 往往 往往我们看待 神是我们的王 神是我们的王 神这位王 天上的王 在地面上 才拜他的王 在这个地面上 做他的代表 来治理他的百姓 因为如此呢 你发现 无论是第二篇 十八篇 二十篇 就是三篇 到一百篇 他一直在重复一个观念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好 我们就一一的来看 卷一 卷一里头 其实除了第一篇 十篇 第二篇 十篇以外 从第三到四十一呢 都是大卫写的诗歌 都是大卫写的诗歌 来到卷二的时候 四十二篇到四十九篇 是可拉后裔写的歌 五十篇 是亚萨写的歌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还记得 亚萨也是可拉后裔的人 只是在当时亚萨 应该是在这圣殿里头 他带领诗班 同队的那个领袖 他是那个首要的 来到五十一篇到七十二篇的时候 又是大卫写的诗歌 大卫写的诗歌 所以这是卷二 那到卷三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更多的亚萨的诗 从七十三篇到八十三篇 来到八十五篇 还有八十九篇的时候 有一些是大卫写的 有一些是可拉后裔写的 有一首诗是云坛写的 所以如果我们慢慢看的时候 你发现他就坐着 这个礼记的人编辑的人 就慢慢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带进大卫 过后带进可拉 带进亚萨 再让我们看到更多亚萨的歌 过后看到甚至遗憾 那到卷三的卷四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到 卷四的开始 其实是这诗篇里头最古老的歌 叫做摩西的诗 摩西的诗 所以从九十一到一百零七的时候 很多的诗篇 我们都不晓得 他的作者是谁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之前说过了 因为在卷四跟卷五里头呢 很少提写 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所以既然没有提写 我们就不知道 那个作者是谁 但是在九十一到一百零七里头呢 有一串 有一个小诗歌集 那小诗歌集是九十三篇到一百篇 那小诗歌集基本上 如果你去研究去细读的时候 你发现这九十三篇到一百篇 一直重复一个观念 那个观念就是 耶和华作王了 耶和华作王 因此我们可以刚强壮胆 耶和华作王 因此呢 我们可以放弹的 把我们心里的事情都告诉耶和华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是诗篇一直在鼓励我们的事情 我们的神是王 我们的神是这宇宙万物的王 我们害怕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王的面前 来求力量 我们担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王的面前 来求帮助 我们伤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王面前 来求怜悯 因为这位是一位好的王 好的王 所以这是卷四 来到第五卷的时候 是最精彩的 也是最丰富的 为什么呢 来到第五卷的时候 有趣的是 你发现第三卷 第四卷的时候 几乎没有太多大卫的诗歌 不过突然来到第五卷的时候 那编辑的人又把大卫的歌 大卫的诗带进来了 108篇到110篇 111篇到118篇呢 是阿里路亚诗 阿里路亚诗 都是赞美诗 他们看的话 都是 里头都有 阿里路亚 里头都有赞美诗 149篇 刚刚我们说过了 最后一部分呢 是我们相当熟悉的 120篇到134篇 是上行诗 上行诗 我们在教会里头 我们讲一个系列 这上行诗 是当时 以色列的朝圣者 他们一年三次 会往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呢 在路上 他们会记得诗歌 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也记得诗歌来进拜神 135篇到137篇是很有趣的 因为这些叫做历史 历史是 Sounds of Remembrance 纪念什么历史呢 纪念神怎么救赎 以色列的历史 历史诗 诗歌过后 好像要来到一个结尾 结尾的之前 赞美诗之前 可能最好不过的 就是回到大卫 回到大卫 这编辑的人 又把大卫王诗歌 带进来了 135篇到145篇 所以现在的诗姐妹们 这是优质阳房的蓝图 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个优质阳房呢 因为神要我们享受 这个优质阳房 神要我们来认识他是谁 他是我们生命中的王 这位王是有主权的 这位王是有能力的 这位王是有想法的 这位王的想法是好的 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 诗篇一直在鼓励你 而我亲爱的优质姐妹们 不要离开这位王 靠着这位王 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放一边 让我们拿起神的律法 神的话语 让祂的话语 像世人所说的 做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因为唯有这样 我们能过一个丰盛 一个蒙福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主 在鼓励我们的事情 通过这个优质阳房 我们可以享受神 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明白 其实神知道 我们需要歌词来葬礼他 那歌词从哪里来呢 很多很多的圣诗 他的歌词呢 其实是从诗篇里头来的 当我们求救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文从哪来 其实我们的祷告文 也是从这诗篇里头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来赞美神的 我们可以像世人一样 我们可以数算出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很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让我们培养一个很好的树林习惯 我们赶紧来到神明前说 神啊因为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今天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 我们接着诗篇136篇来回应神 神啊因着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因着你是一位有慈爱的王 因着你是一位良善的王 使到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就算是苦难 但是因为你是我良善的王 这个苦难背后 必定有出你自己的良善 我可以借着诗篇来赞美你 因为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这今天就能处着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这个蓝图的时候 让我们得到鼓励 神要做我们的王 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要让我们过丰盛 过喜乐的生活 神要我们借着祂的话语 来赞美祂 来向祂祈求 祝祂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